8月23日消息,葡萄牙八卦杂志JNT于近日铺出了C罗和女友乔治娜,儿子灭米罗之科莫胡度假的系列照片。 C罗的两位好友夫妇一同前往,葡萄牙媒体猜测,C罗是在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,乔治娜的鸽子带钻戒终于要派上大用场了吗? C罗和乔治娜此前,意大利八卦杂志还曾经报道,C罗和女友乔治娜,一号莱坞明星,的出场方式度假,直升机接送,入主豪华酒店,在游艇上游山玩水,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。 C罗是葡萄牙八卦杂志,近日该杂志刊登了C罗一家游玩的系列独家照片,并打出了惊悚的大标题,C罗和乔治娜储备大婚。 照片中,C罗和乔治娜,米妮罗在一家豪华酒店中度假,儿子米妮罗穿着7号葡萄牙队球衣。 在豪华游艇上,乔治娜和米妮罗正对着镜头,还有C罗的好友,她的私人助理Ricardo Raguf。 C罗则被对着镜头,地大岸边,C罗和女友走下游艇,经过一座宅小的桥,C罗和女友乔治娜出双入队。 8岁的儿子米妮罗逃,在一行人的最前面,入住酒店后,C罗换了一身蓝色衬衣出现在阳台上,而乔治娜秀傲人身材,吃早饭的时候,大家喝着咖啡,米妮罗抱着爸爸的脖子,父子俩非常亲密的样子。 这次,与C罗同行的还有她的两位好友,除了私人助理Ricky,其女友CL,Odi Aldenis还有Nika Baxo夫妇,三家人一起度假。 Nova Gentry猜测,此前C罗已经为乔治娜买了价值数百万的说大钻戒,意思是为结婚准备。 如今,C罗又带着好朋友们一起来,应该是在组织婚礼,因为这个度假的地方是个不错的结婚地点。 很多新人都选择在这酒店结婚,C罗和乔治那2016年开始谈恋爱,2017年11月,就生下小女儿阿拉娜,如今两人感情稳定,而来到都林也让C罗和女友拥有了更多私人空间,月妙婚礼也在情理之中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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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